好 不過這整起事件呢 這個原因還有責任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釐清 雲安會現在是正在調查中 而台鐵到底應該要負責到 什麼樣的程度是未知數 然而現在卻有平面媒體爆料 說台鐵幕僚竟然建議說 要把責任導向給監造商 來降低台鐵局的負評 這也遭到質疑說是想要 帶風向來洗白 台鐵當局呢 並沒有證實這項傳言 但是也沒有否認 反而引起了更大的疑鬥 仔細調查 進行求償 台鐵維護自身權益是應該的 但有平面媒體爆料 台鐵幕僚在群組內留言 工地安全監造要負最大責任 建議責任導向監造商 降低鐵路局負評 遭質疑試圖帶輿論風向 台鐵金船想要帶風向甩鍋 其實這樣的傳言已經不是第一次 在普庸馬事件發生時 他們就曾經被指控想要把責任 推卸給駕駛遊行司機 這樣的傳言一再上演 也讓他們的形象大打折扣 向台鐵詢問傳言真實性 得到的回答是 現階段以搶救搶通 以及協助傷亡旅客事故調查 全力配合運安會 沒有否認更為傳言增添遺云 即使他們真的沒有舒適好了 那讓民眾感受也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我覺得多多少少可能 以我目前的想法 會覺得有連帶關係 而究竟意外該如何究責 一般台鐵會透過招標 將工程發包給承攬商 另外再委託監造商 監督包商有無確實旅行工程 委託一個監造單位 來負擔它法律上面的責任 而事件的受害者 能夠分別對台鐵 及義鄉公司求償 台鐵則可以在責任 歸屬離清後將求償轉嫁 給監造商及承攬商 但台鐵要不要負責 還是得看當初合約是否有瑕疵 例如說靠近鐵路的部分 本來就應該要有圍離 那如果今天在招標的時候 也沒有要求承攬單位 要做這些圍離 做這些安全措施 當然台鐵公司是必須要負責的 調查報告都還沒出爐 台鐵就被爆出帶輿論風向的傳言 台鐵若再不正面回應 恐怕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華視新聞 黃建英 潘建仁 謝宇林 台北報導